红都拉斯专访 走出工厂变谍入低谷 靠叶教授翻盘演艺人生 入行20年 以模仿叶教授一炮而红的红都拉斯 活跃在综艺圈中 屡获综艺节目主持人金钟奖提名 正当大众对红都拉斯的印象还停留在插科打混 模仿搞笑时 红都拉斯以默默地把触角延伸至戏剧圈 在多部快智人口的电视剧 我们与二的距离 俗女养成继二 电影《孤魏》《月老》等片中展露演技 由红都拉斯单纲主演的新创短片《春水奇谈》 更入围金碎奖最佳剧情片 并获得社群名人推荐奖 让观众看见我们熟悉的叶教授 以悄悄变身为一位硬底子演人 红都拉斯和电视圈结缘的早 却挤进波折 拥有机工专长的他 退伍后考进福利优渥的知名企业 过着朝九晚五安居乐业的日子 但是每当看着厂区的围墙 红都拉斯都很想出去闯一闯 他觉得自己才二十出头 不想到了六十岁都还是过着一样的日子 因缘际会下 同学介绍他到当红综艺节目 连环炮担任幕后人员 讲明了这份工作 不用学历 不用精力 只要体力 于是 红都拉斯决定去面试看看 当他走进电视台 看到了张小燕 芳芳等荧光幕上的名人 也深凭第一次看到不仅摄影机 才惊觉 厂区铁门外 竟然有这样的世界 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上班族的日子 鼓起勇气开口和爸爸说 他想到电视台上班 这是他从小到大 第一次违背爸爸对他的期许 放弃好不容易到手的铁饭碗 爸爸看他心意已决 只淡淡说了一句 去吧 大不了我再辛苦几年 薪水只够糊口 借五一迟到 被要求下跪道歉 电视圈幕后工作薪水果然少得可怜 红都拉斯担任灵眼间打杂 薪水只够自己糊口 丝毫没有多的钱可以拿回家 眼看同期的郭子乾 成为名等老友 一个个被制作人王伟中签下 从幕后转到幕前 开始发光发亮 红都拉斯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感到焦急 王伟中告诉他 你还不适合走幕前 可以先从写脚本学后至开始 又熬了几年 人就看不到出头的机会 某一年 为了中秋特别节目 红都拉斯负责去向一位大牌舞蹈老师借舞一 当天公司货车出了问题 红都拉斯迟到了半个多小时 被舞蹈老师要求下跪道歉 节目制作人也执意要他去讨好对方 这件事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让他黯然辞职 改行去开继承车 送养奶 搬瓦斯桶 后来又转去开货车 一开就开了六七年 他进电视台十二年 直到全民大闷锅 才真正入行 原本红都拉斯没想过要再回演艺圈 甚至在电视上看到同期的艺人表演 他都会刻意转台 然而 仿佛是上天注定要他吃这一行饭 当时女朋友的爸妈也是后来的岳父母 认为开货车太危险 除非他改行才肯把女儿嫁给他 与此同时 他在棒球场巧遇碰恰恰 邀请他管理棒球队 虽然薪水很少 但女朋友说 这份工作有希望 我不用再担心害怕 红都拉斯决定跟着彭哥 从球队经理一路做到彭哥的专属助理 没多久 铁丝日玲珑节目大红 为了增加收入 红都拉斯开始为节目的一个单人 了来博语十三仪写剧本 彭哥也让红都拉斯在节目中自编 自演短剧 星海托盘 这也是叶教授一角的雏形 但当时播出后并没有受到太大回响 单人草草收场 也让红都拉斯萌生退役 因为我已经36岁了 不想再依靠别人 在其他艺人的光环底下工作 和太太一起卖干面也好 百路边摊也行 正当红都拉斯盘算着前方的道路时 他接到郭子乾的邀请 希望他把叶教授的表演模式 搬到新的模仿节目中 郭子乾告诉他 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这句话戳中了他的心 他终于可以凭自己的实力表演 又是门槛极高的来直播节目 能不能在这一行留下来 就看这一把 如同大众的记忆 叶教授在当年红透半边天 洪都拉斯说 虽然距离第一天踏进电视台已经12年 但我觉得我从全民大闷锅才真正入行 面对挫折也能重新振作 丰富阅历 快速上手角色 虽然过去看起来是挫折 其实都是在汲取养分 让洪都拉斯遭遇各式挑战 都能很快地站起来 换一种方式呈现不一样的自己 他也比任何人都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机会 除了每天写剧本到半夜三点 推成初心让观众看不腻 他更积极跨足戏剧领域 想把演艺路走得更宽广 更长远 他说 当全民大闷锅结束时 我不害怕 因为我知道自己会表演 在戏剧领域里 洪都拉斯就像变成另一个人 不时细腻收放自如的表演 语音光录前的叶教授潘若两人 像在春水奇谭中 洪都拉斯饰演生活在金字塔底层 自卑压抑的熟灵官夫阿三 暗恋王才化却又认为自己配不上对方 导演运用第三发言人 鸡鸡划水到性暗示等具象手法 露骨又写实的诠释中年男子的性生活 最终阿三被点醒 决定为爱再疯狂一次 阿三的孤独感 某方面和我小时候很像 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特别能体会那种失落的感觉 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多样化的工作经验 让洪都拉斯总能精准掌握角色特质 并且把善于模仿察言观色的能力 套用在戏剧角色中 造就洪都拉斯成为导演信赖的演员 中年危机让目标更明确 每一部都是蜕变后的自己 和主角阿三一样 洪都拉斯也正在面对中年危机 他表示 当初会愿意接下春水奇谈这部戏 就是因为主角所经历的 也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 有别于阿三 不敢主动出集 对未来没把握 洪都拉斯认为自己到了这个年纪 目标反而更明确 许多艺人成名后开始经营副业 洪都拉斯人一心只想在演艺路上 活到老学到老 近年他登上戏剧最高电堂 演出舞台剧 第一场演出结束后 王伟忠跟他说 对不起 我看错你了 对洪都拉斯来说 这就是一份最大的肯定 未来他还打算演而优则倒 结合目前幕后的专长 让观众看见 洪都拉斯又更进化了 回顾这32年的高山低谷 洪都拉斯认为 自己走的每一步都很踏实 他说 不管有没有成功 都要让旁人感受到你的认真 做足准备 结果未必会如预期 但是会让你的心情很笃定 在演艺圈 红不红是天意 但红了以后 接下来要做什么 洪都拉斯认为 一切还是都取决于人的选择和努力 采访撰文 李诗燕 责任编辑 朱宇安 何稿编辑 李扬 声音编辑 黄惠美 感谢雅婷智慧技术支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 感谢观看